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会去和大家讲一下 金燕灵和苏诗王 大家都知道 苏诗王和金燕灵 他们互相是红颜知己 俗称就是同性暖 当然了 今天绝对不是谴责这一件事 因为经常都是这样和大家强调 每个人都有他选择的自由 这一件事是尊重他们 只要你没有去做一些企图去冲击法律底线 或者是企图冲击中国婚姻文化的话 你有你的选择 不应该是被任何人去攻击的 近日金燕灵就上了别人的节目那里聊天 分享了一些当初他和苏诗王的经历 因为原来他们两个就不是一拍即合 是说苏诗王是用了近乎六年的毅力 而令到金燕灵觉得我们相处在一起就变得很舒服了 稍后跟大家去讲一讲 还有我亦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对于爱情当中的价值观 很希望各位观众认真听 为什么呢?就是让各位观众去听一下 究竟井仔的思维有没有问题 可能就是因为井仔的思维错了 所以就搞到现在都是单身 不过我强调了 我是异性恋来的 我对女生有兴趣而已 对男生是没兴趣的 不过就是想藉着这宗新闻 顺便去分享一下 虽然新闻里面是同性恋 但我绝对不是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离的小铃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惠斯娅就拍摄网上饮食节目 叫做惠食攻略 惠字就是玩一下食字 在昨天30日上架的那集 他找到了在电影《不日成婚宜》当中 饰演自己奶奶的金燕玲作为嘉宾 说述他从离婚遇到珍爱 再用六年时间和苏诗网磨合的经过 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 惠斯娅就提到了 大家对金燕的印象都很早起床 会看小说 做瑜伽 去花园逛逛逛 过着一些很写意的生活 但是金燕玲就表示 好像每样东西都不是 说自己很晚睡 三四点才睡 我完全想象不到 一个六十多七十岁的人 怎样可以三四点才睡 因为我现在还未奔衫 我已经是说十一点开始喊眼睡了 好了 金燕玲就提到了 曾经有一位记者想跟着他 一个星期去拍他的日常生活 当中也牵涉到苏诗网 那记者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金燕玲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你又结过两次婚 但最后你是被选择 和一名女子就双宿双妻 然后他们两个也患过癌症 为什么一个人身上可以发生这么多事呢 好了 然后金燕玲就被问到 你是怎样认识苏诗网的 他就坦然两个人一开始 只不过是着友来的 即是打麻将的着友 一点都不熟 他就说 当时苏诗网是知道自己的处境 可能苏诗网喜欢自己 又觉得很惨 然后也问自己 为什么别人组这一行 你又组这一行 你组得这么凄凉呢 那时候金燕玲已经是五十岁 他就说 其实我想说 我是贪图你照顾我 但是你是我的伙伴 那我们就一起住 你出去都是我的 其中一半 金燕玲也说 自己不是因为离婚受到刺激 所以就转了自己的性取向 而是说 因为苏诗网提供了一个 照顾自己的方案 然后金燕玲也大爆 当初苏诗网就追他 追到英国 他就说 哇 当时他追我的事很严重的 他就在情人节那一天 飞来伦敦一天 他就骗自己 就说 有个朋友会来伦敦 问自己有什么需要买 托个朋友拿给自己 当时自己和苏诗网说 在英国很难买到中式的锅 如果他朋友不介意的话 就买两只锅过来 之后他就说 你给我个地址 我朋友过来送货给你 结果 第二天的下午 一开门 我就不是所谓的朋友 而是说 苏诗网本人 然后他们两个就上访 不过强调 没有任何坏事 只是聊天 其实大家要知道 他们两个都不是年轻 也不是男欢女爱 追求另一方面的激情 所以我比较倾向 就是说 他们的恋爱 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什么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什么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你可以这样说 就是精神上的交流 是比较多 接着金燕玲坦然 两个人就在一起 相处了差不多五到六年的时间 他才觉得舒服 接着就说 苏诗网更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本身是从一个 不知能够多久的心态 就跟他开始 结果就是说 最后他们两个人 起在一起的时间 是长过金燕玲本身 两段婚姻所加起的 接着他也说 苏诗网从来没有逼自己 做任何事情 他们就一人一间房 生活独立 经济也是独立 但是家庭 家庭上的照顾 做到的 就尽量都是他做完的 因为苏诗网 金燕玲 就对爱这件事 是有新的体会 他就形容了 自己以前那两段婚姻 都是奉献 对方 喜欢这件事 自己就会做 就会去哄别人开心 就强调回 付出是没问题的 应该是要保持着自己的兴趣和工作 我会这样去形容 金燕玲和苏诗网 他们这段感情 因为他们那段感情 不再是二十三十四十岁才开始 因为很直接这样说 你二十多岁 三十四十岁 开始的关系 性这一件事 其实是不可或缺 但是去到五十岁或以上 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这一件事 而是说 大家相处得舒不舒服 大家是否能够互相理解就够了 至于你的对象 高矮肥瘦 都已经变得不太重要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们明明是情侣 是红眼知己 但是又可以分房份 因为正常 如果一对夫妇分房份 都代表了 其实他们是不是 距离分开都不远 如果是年轻夫妇的话 就可能是 但是去到五十或以上 大家是追求互相理解的 甚至乎这样说 你不要说 在同一屋蝉下 就算是一个星期 一个月不见 其实都是再见回 就可以如七次交 其实在我眼中 你说他们是同性戀 倒不如就是说 其实我 我是觉得他们是一对 非常好关系的朋友 好到就是说 我可以照顾你未来那种程度 因为你听回刚才那段故事 你就会看到 其实金燕玲 他自己也是逆来信寿的 就是说 他自己离婚 然后单身寡人的时候 苏诗王就进入他的生活 当然他觉得无所谓 然后就慢慢开始接受 然后一开始 关系都不太健康 他自己也说明 多个人照顾自己也挺好 这样 然后就由苏诗王的无限量付出 直到打动了他 然后双方就开始进行 彼此不同的情感付出 我觉得这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这种恋爱方式 是真的说五十岁或以上 才能够走得通的 如果你说 无条件付出这一样东西 放在年轻人的异性戀关系上 绝对走不通 因为这些 在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一个男孩做兵 等待观音良良差遣 例如说 明明你不是和他做同事的 你都会想办法 接他下班 然后想吃什么 无条件去买 当然就没有AA制这一样东西了 企图就是说 在物质上讨好一个人 然后就让女性 会和自己结婚 不过坦白说 这么多年来的观察 这一样东西 是永远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甚至乎就是说 有些可能是这样 他们开始拍拖 但是去到最后 都是说其实是骑牛搵马 只要另一边 他生活上出现了誘惑的时候 这一段关系是变得脆弱无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段是单方向付出的关系 有时候 一段关系 能不能够维系 其实不是说 你在这一段关系上面 能够享受多少 而是说 你在这一段关系上面 你付出了多少 有时候 是真的会很反直觉的 我们直觉可能会觉得 就是说 不是啊 这么大的工人在服侍我 没有了一个工人很惨的 所以呢 我死抱也要抱着工人 其实就不是的 当然如果你只是计算利益 你是一个资本家 你没有感情的 你就可以这样想 但是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 一定是说 哪个付出得最多 哪个就最不想这段关系结束 其实是很不合理的 你想一下 我付出了这么多 正常来说 如果你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 我的股票输了这么多 是时候斩仓了 不斩仓的话 将来的股票可能再输很多 所以爱情的那种关系 那种思维 和投资可以说是有部分东西 是180度调转的 当然啦 我所说的 就是彼此付出 就不是一定要拿一把尺出来去计算 就是说 你付出了50 然后我再付出50 这样才叫做公平 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 没有所谓的绝对公平 就像一段婚姻 你不可能去衡量 就是说 你将你的月入三万元给你老婆 接着去对比就是说 究竟你老婆年中无忧 去照顾头家和小朋友 究竟他值不值三万一个月 又或者是说 只不只三万一个月 那这些呢 其实没得算的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双方都一定要有付出 才是一段好的关系 但是 有付出 不需要一定是50 可能是你六我四 你七我三 但是就绝对不可以是那些 我付出九成半 你只是付出0.5就搞定的关系 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单方面付出九成五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爱情 这个是一段不健康 并且是依附在物质或者服务本身价值上的一段关系 所以就算找不到另一半也好 你找不到一个值得你付出的人 就宁愿按兵不动 千万不要想着 可以啦 随便找个附近的人 我对他无微不至 接着呢 就拨他私音妄报 接着回报自己 然后大家就在一起了 其实呢 爱情里面来说 就不吃这一套的 有时候爱情可以这样去形容的 例如说 一个人他爱吃铲的话 只要你能够提供到可能两个铲 三个铲 又或者你只得一个铲 你给到他的话 那他已经可以跟你在一起 因为他就是爱吃铲 笼统一点说 但有时候 当你无条件单方面 去对一个 对你没兴趣的人好的话 就是说 那个人他爱吃铲 但你只得苹果 接着呢 你给了一个苹果他 别人不喜欢 你给十个苹果别人 别人都不喜欢 好了 去到最后了 你给了整车苹果别人都好 别人都不喜欢 因为别人喜欢吃铲 好了 接着不断付出苹果的人 他就会怨天怨地 他就说 明明我对你这么好 明明我把自己的所有东西给你都好 你都不懂得珍惜 你还要离我而去 你还要去找一个 都给不了那么多东西的人 他只给了一个铲 我给你整车苹果 你都不要你选择别人 你浪费了我的心血 接着呢 还可以骂到别人忘恩负义 然后呢 就在那里怜悯自己 很多付出一无所有 甚至就是说 去道德绑戒别人 然后呢 还可以去唱衰别人 唱到别人 在感情上呢 是一个不忠的人 但是呢 就从来都没有问过 究竟你喜不喜欢吃苹果的 如果你不喜欢吃苹果的话呢 那我走了 我找一个喜欢吃苹果的人 这种呢 这种呢 就是叫做错父的关系呢 其实呢 在香港有很多的 特别呢 是说香港某些的男性 就是我说 相对年轻的那些 可能是基于一些异性 来自异性的荷尔蒙的时候呢 稍为一见到别人的美女 少少之后呢 不需要理人是什么 接着自己呢 无条件呢 去追着别人呀 去付出之后呢 接着一旦被人拒绝了 然后就在那儿怨天怨地 然后哭到要生要死 其实就很肤浅 但是这件事情呢 是说的 甚至乎是二十多岁的人 也都是不时会发生的 那当然了 这个世界呢 没有那么多东西是刚刚好的 就是例如说 一个人他爱吃产 而你刚刚就是一个生产产的果农 没有那么多配合的 很多时候是说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呢 是充满着遗憾的嘛 就是我们经常都会说的 在不对的时间出现了对的人 这个就叫做青春 在对的时间出现了一个不对的人 这个就叫做婚姻 在对的时间出现了一个对的人 这个叫做童话 所以在现实世界上来说 通常都是说 一个人他喜欢喝橙汁 然后呢 你就只得橙而已 你做不到橙汁出来的 然后呢 你给一个橙他 然后你给十个橙他 然后呢 开始令到一个人 因为橙和橙汁之间 真的有个关联在的嘛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你就的确是说 可以透过自己的行为行动 去感动人从而去改变人 令到一个 原本喜欢喝橙汁的人 他同时都喜欢吃橙 其实就好像呢 苏诗网不断去对金燕灵好 而令到呢 就是过了六年时间了 他开始接受苏诗网了 然后大家可以很独立地去生活 其实就是这种 很多时候呢 就是大家的婚姻都是一样的 就是例如说 究竟是不是真的很爱你老公呢 又或者是叫做 如果以前还有更多的选择 究竟你现时的伴侣 还是不是你现在的枕边人呢 这个问题你不需要在留言回答我 就是大家苦心自问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都很同意金燕灵所说的 就是如果你是说 为了一段关系而强制去改变自己的话 其实变得很无谓的 就是例如说 有些人是为了讨好自己的另一半 明明自己没有信仰也好 都刻意就是说 去变成对方共同的信仰 通常这些都是捱不了下去的 又或者有些就是说 明明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画画 但是呢 就逼自己去学习画画 明明都不聪明 但是就觉得 投其所好的话呢 我可能会有一丝丝的机会 这样 人呢 一旦迷失了自己 单纯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存在的话呢 这些人的价值是很低的 甚至乎这样说 拥有这种思维的人呢 他们在现实世界的成就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自己是坚持呢 人是一定要保持住自我 不可以去贬低自己的价值呢 去迎合别人的 就是当然啦 你适当去遷就别人这一样东西 当然没问题啦 例如说 你不懂煮食也好 你都可以用陪伴的方式呢 一起去煮食尋找快乐 但是你就不是说啦 由于呢 我要讨好他 所以呢 我就要逼自己呢 单独落刀下厨 跟着呢 就将来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 这样 明明就是做一件自己都不快乐的事 因为呢 如果你的伴侣真是理解你的话呢 其实就 不会说 因为我煮食很厉害 我喜欢煮食 就必定会逼自己的伴侣煮食的 反而就是说 互相协调咯 例如说 我喜欢煮食的 那我就煮给你吃咯 那接着 你负责洗碗 又或者诸如此类 例如说 一个人喜欢去钓鱼 都不是说 一定要抓老婆去钓鱼的嘛 对吧 例如说 你有你的兴趣时间 你去钓鱼 那我去和那些爵士 打回牌了 即是互相拥有不同的兴趣 是不需要说 刻意遷就 而令到我要兴趣你的兴趣咯 而且我也想额外说一下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数之不尽的缺点 接着 人有些比较天真的就会希望 自己的缺点 又或者不足的地方 可以交给自己的伴侣去处理 网上自己是一份50分试卷 接着 可以找到另外一份90分试卷 大家照顾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一份满分的试卷 其实这件事是没什么可能的 但是有很多香港人 仍然抱有这种不切实际 因为之前和现在 都有很多韩国的软文化 输出到香港 很多电影 电视剧 经常都说 霸道总裁 然后 妖才万贯 极度精英 什么都懂的人 突然之间 就爱上穷小妹 结果是导致到 很多香港年轻女性 她们的摘偶标准 变得极高 而且是高到 不切实际 不合常理的这种 如果你说你本身是选美出身 你本身条件都很高的话 你要求别人有条件 就很正常的 但是有很多是说 自己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就要求对方 是所有东西都会有的 我想说 真正优秀的人 是会自然去选择优秀的人 木门对木门 竹门对竹门 这一件事 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 不是所谓限死你的规则 而是说 那么多年来 几百年 几千年 我们的祖先 观察到的一种正常现象 然后将它归纳 成为一句句子 你不要说 认识伴侣 就好像认识朋友 我用我自己做例子 我八年前 九年前 认识的朋友 大概是某个水平 好了 然后去到现在 我整个人生 有了一个大改变的时候 基本上 就算我没有同龙 和旧朋友 反面 什么不妥 大家 正正常上 少了联络也好 你会发现 现在我身边的朋友 和我八年前的朋友 他们现在身边的朋友 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 例如说 我有些朋友 你说有时候 人有兴趣 去讨论一些动漫 卡牌游戏 没所谓 因为我自己也是 但是 如果你去到 就来三十岁的年龄 不是说你不可以讨论 但是你仍然 还是将游戏 将玩乐 成为自己生活重心的话 那就变得很大问题 我坦白说 我以前的朋友 直到现在 大家年龄差不多 都仍然是说 以游戏 以玩乐 作为生活核心 但是对于自己前途的未来 是在想什么呢? 所谓的未来就是说 究竟下个月 怎样可以 一铺过放四日假 然后瘋狂打机 他们的未来就是这样 但是我自己 这几年来 新识的朋友 和观众 大家的价值 都不同的 就算你说 我们去聊天 都好 大家聊的事情 都相对会有些营养 就不是说 天天在想 如何吃喝玩乐 当然 都可以 又或者都是这样说 是应该要包含这个部分 但是 什么是主族 什么是限谈 大家都会分得很清楚 高兽的人 自然贴回优秀的人 不优秀的人 自自然而言 就是说 你又吃喝玩乐 我又吃喝玩乐 大家堆在一起 如果你困在这些圈子太久 那你真的可能 是出不回来都没顶 我以前常常都会觉得 人 自然过了年龄就会进步 例如说 你小学升中学人 就一定变成熟 中学升大学 又或者中学出来做事之后 人都一定会变成熟 但是 我现在都开始明白 真真正正令到一个人成熟和成长 其实真的跟年龄无关 有些人我见到 他们未到20岁 跟着他们以前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之后 走出来的时候 那些言谈 举止 思维 是完全成年人来的 但是 你说一些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 但仍然是颇为幼稚 其实也有很多 所以 扯远了 总之 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而且也不优秀 哪有可能 常常有这么多富二代 会称赖珠自己 你不要说富不富二代 总之一个优秀勤力的人 他自自然而除了对自己会有要求之外 他也不会容忍到自己的伴侣是太过懒惰的 不一定是说 我全年无忧 我就一定要求伴侣全年无忧 因为这个不是类斗类的世界 但是 我为什么会全年无忧 因为我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 他同样都会希望自己的伴侣对自己有要求 例如说 可能你在自己的事业上 你会追求有什么进步 而且不是想 是说 你真的有去实践这件事 成不成功是豪华 但是最重要 你有希望变好的心态 还有你有付诸行动 有时候 反而是后面的结果 都不是那么重要 你说成功到就固然好 但是成功不到 不会说你的伴侣会放弃你的 除非你是根本没有付出过努力 失败当然是自己拿来 我看苏斯王和金燕宁 亦彼此有一个追求 对于自身成就的追求 所以他们才能够在一起 当然 他们又是影视圈 接着 在近年来 大家都比较不幸 又再次患上癌症 今集闲谈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 可以评论一下我的价值观 看看我有没有错 我错了的话我改 改了之后可能就 我不是单身呢 好了,今集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 好,就这样,拜拜